16日 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暴跌均超过11% 并触发8天内的第三次熔断 特朗普发推称 美国将对航空业等其他受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 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将会变得更强大 此番表态引起网友强烈反对 不少网友指责特朗普言论涉及种族主义 还有网友回对你是美国病毒 我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当一名美国人 一名华裔医生在评论中说 特朗普打开了仇恨和暴力之门 美国NBC新闻报道 许多美国官员包括疾控中心负责人 都指责将病毒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的行为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上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 雷德·菲尔德公开表示 中国病毒的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发生的疫情是第一阶段 韩国 伊朗是第二阶段 接下来是意大利和整个欧洲 此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森 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等人 使用中国肺炎等词语 引起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不满 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孟章文批评 这种对病毒贴标签的做法令人尴尬 不尊重 冒犯且十分恶心 是可耻的 他与众议院西班牙裔 非裔 原住民党团等领袖 要求麦卡锡做出道歉 赫芬顿邮报16日报道称 特朗普此前多次赞扬中国 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努力 当疫情蔓延到全球并威胁美国时 特朗普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试图将整个疫情归咎于中国 特朗普在16日的记者会上 首次承认了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 但他强调 一旦遏制住疫情 美国经济将因为需求积压而反弹 当被记者问道 在应对疫情方面 给自己的表现打分时 特朗普回答10分 我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就在特朗普讲话期间 美股尾盘再度下行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 唯一能消除市场恐慌情绪的方法 是看到新冠肺炎患者数量开始下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多次谴责 借新冠病毒污名化武汉和中国的做法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表示 关于病毒源头问题 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借此做文章 3月16日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杨洁篪指出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 对中国进行污名化 激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予以强烈谴责 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中方正告美方 任何诋毁抹黑中国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 都必将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击 感谢观看